I never made it But I know what it takes I'm motivated By a mix of emotion Got my statement And I'm reading it slow So I can understand it Fully appreciate my 出口到底在什麼樣的位置 然後已經天著越來越暗了 不過還好這個 這一段的路段都算好走 I follow you I follow you 我們現在找了很久以後 有看到有一個地圖 這邊有顯示齊隆步道的方向 然後它其實好幾個步道都串連在一起 那我們當中要走的是這個步道 我們剛一開始是從這個大騎動步道這邊進來 然後現在我們要找的是這個齊隆古道的部分 那我們現在要找到另外一個入口 是在大山北越這邊進去 其實我們剛已經從這邊進來了 可是找不到這個入口 所以我們打算到大山北越去 從大山北越這邊進去 從這邊進來 然後沿著大山北越的指示表走進來之後 就可以看到大山被客家人文生態館的停車場 那車子可以停這裡 然後我們等一下要順著大山北越停車場 裡面會有一個入口走進去 然後還有一個辨識的方式是這個 就是網路上有一些朋友有分享 風箱國小這邊有一個入口的方向 它的入口可能就是跟大山北越是同一個 只是說我們導航的時候 風箱國小其實在Google上面 似乎導航不到 那我們現在就是準備從大山北越這邊走進去 嗨大家好我是小葉今天要帶大家出來走走了 我們今天要來到的是內灣這邊的橫山大山被的地方 有三條知名的古道串連在一起 那我們今天來的是其中一條古道叫做奇隆古道的部分 那它在Google上其實非常不好找 我們剛剛也是繞了一下 最後就是把車子停在這個大山被的停車場 那旁邊比較著名的是有一個大山北越的餐飲 就是茶飲的茶飲館 那你們可以Google大山北越 這樣子距離奇隆古道其實算是最近的入境了 OK那我們把車子停在這裡之後 我們現在準備要去找奇隆古道的入口 聽說它的入口就在這個停車場的旁邊 那我們沿路再幫大家介紹它的特色 這邊來幫大家介紹一下完整的大山被的整個休閒農場的地圖 那在大山被裡面其實涵蓋了很多條的古道 我們之前有想要幫大家介紹這個茶飲古道 也去實際的走過 那今天實際上要帶大家走的是這個奇隆古道的部分 那我們從竹東這邊進來以後 其實已經原本有在這個慶外會館的地方 找過停車場還有入口就是找不到 所以最後只好搜尋來這個大山北越 我們現在的位置 準備要從這邊找它這一個入口再走進去 那聽說大山北越的旁邊 大概100公尺的部分也有第二個入口 我們等一下沿路再看看是不是同時也可以看得到 那奇隆古道的部分它最大的特色是 短短的一公里多的古道裡面 它其實涵蓋了三條的糯米橋 還有古色古香的自然人文風景 非常非常的涼爽舒適 那今天我們一起來進去看看這個 傳說中文明的奇隆古道的美景吧 OK Let's go 那這邊就是我們剛剛停車的位置 我們現在來找找看這個五道的入口方向 我們走到那邊去看看這邊是不是它的入口 看起來是有一個告示牌跟一條小路 蠻多車子進來的 沒錯 這邊就是我們的奇隆古道的入口 它這邊有個簡短的介紹 它全長約1.5公里 然後它是棲息在整個樹林裡面 然後當中有小溪谷啊瀑布啊還有鼻桶樹 然後還有最文明的就是它裡面的三條糯米橋 那我們來看一下那個斑駁的古道地圖 可以看到它的歷史悠久已經有點模糊髒了 那比較快速的其實就是可以看到我們現在進去以後 它有一些簡短的介紹 有一些圖片的介紹 然後還有它行走 如果我們今天是散步慢慢走的話 大約80步 100分鐘 然後走快一點大概不用一個小時就可以走了 算是蠻短的一個步道 那我們現在就在奇隆古道的入口準備要走進去了 現在算是疫情的鬆綁期間啊 有開放的一個彈性就是 我們現在登山的時候啊 如果說周邊沒有什麼人群的話 是可以稍微把口罩拿下來稍微偷偷氣 那如果有人的話口罩我們就要戴起來 那今天很明顯這個小古道其實沒有 周邊的停車的人群算是不少啦 但裡面的人不知道怎麼樣 人流會不會很多 我們走進去看看 那如果說有人的話 我們就隨時把口罩戴起來 那我們現在準備進入我們的奇隆古道囉 那我們現在準備進入古道的部分了 這是奇隆古道的步道的部分 它蠻原始的 都是石磚路 然後前面可以看到很多很漂亮的比桶樹 很筆直的比桶樹 這就是一個叢林的風景 很美很美 那我們今天其實也有帶我們家小狗來啦 可是因為這路不到好走 所以先背著 OK 很美的風景 第一階段的石階 其實算蠻多的 階梯算蠻多的 那如果不想要走原路回來的人 他是可以繞一整圈的 然後從另外一端的出口 再從大馬路走回來 那你就可以省掉回程 你還要走這個樓梯的 樓梯的辛苦 但是他其實路段不會很長啊 所以稍微運動一下的話 應該大部分的人是都還OK的 那如果怕濕滑的話 建議就是穿著直滑的登山鞋 然後帶個登山杖 可能會比較合適一點 樓梯算 開始越來越陡的感覺 所以走的時候要很小心 還好就是前兩天 算是沒有太多的雨水 那雖然偏 偏有點濕氣啦 但是還沒有到有水 水氣的部分 然後地板上也算是乾的 樓梯蠻陡的 然後這就是很自然沒有整理過的森林小徑 可以讓大家看一下 其實沿路有拍 所以大家應該都看得很清楚 這是筆桶樹都很美 然後下午的午後光線照進來 非常非常的漂亮 來森林裡面呼吸一下 新鮮的空氣 現在我們大概走了有 可能300公尺左右吧 還是在那個下樓梯的路段 然後可是這邊有比較濕滑了 那是地板上的青苔 是你走下去會有一點水的感覺 水氣還是你看這濕濕的 不知道這樓梯要走幾公尺 因為整個步道長 長度來講的話 官方大概是1.5公里 沒禮貌 奇隆古道 這邊有一個斑駁的介紹 然後旁邊這邊就進入了一個 小小的小小的橋 青苔 青苔的小小 然後溪流 然後溪流 南光 然後小溪 中場休息一下 那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在橋這邊 休息一下 然後我們就要準備走下去 走這條小小的路 我們現在準備下去 往出口繼續前進 然後這個就 沒有像剛剛前面那個爐端 這麼多樓梯 比較平 然後旁邊就是 吸流伴著吸流 蠻舒適的 然後後面 大家看一下後面的風 蠻平緩的 就是走過那個 前段的樓梯之後 就算是蠻平緩的土 土地的路了 那我們 繼續走一段 竹林 竹林小徑的部分 然後這邊有鋪一些 小石階 當然有泥土的地方 其實蠻滑的 如果下雨的話 真的是 有點危險 然後這個石階 稍微 好一點點 因為至少它是乾的 竹林竹林 那是什麼 好 植物的標示介紹 然後再來就是 我們走過這條石階之後 進到整個輪胎 側邊都是很多很多 廢棄輪胎 積水的輪胎的地方 你環境上 沒有相對沒有真理 也沒有那麼乾淨 所以蚊蟲會特別多 那上來齊隆古道的話 強烈建議 一定要噴防蚊液 廢棄輪胎的度段 那來這邊的話 就是人 人其實算不少 但還沒有到會排隊的狀況 所以看到人 我們都趕快把口罩戴起來 之後現在比較沒人 才能戴個口 就是稍微透透氣 好然後現在來到第二座橋 可是第二座橋 我們好像也沒看到 所謂的糯米橋 應該不是 這個應該不是它的糯米橋吧 還是說它其實就是 沒關係我們等一下繼續往後走 走完就知道 前面這兩座 到底是不是它的糯米橋 然後它現在往前直走 會有一條路 然後往上也會有一條路 可是這邊完全沒有標示 所以我們也不知道說 要往上走還是往下走 然後我們等一下看一下地圖 那我們剛剛研究了一下地圖啊 然後往橋的另一邊走 它其實是可以繞到另外的 就是古道的另外一邊 它是一個環狀的 那如果說往五道的上面 就是左手邊的方向上去的話 它就是通出去 通到大馬路 然後可以從大馬路走回我們剛剛的停車場 那我們現在準備是往橋的另外一邊走 因為那邊好像還有第三座糯米橋 那仔細看了一下之後 這是第二座 這就是它的糯米橋 這個跟那個網路上其他網友介紹 其他的就是有點讓我們失望 沒有想像中這麼唯美漂亮 那你們可以看一下實際的場景 它其實有點斑火 然後有點髒髒的 有點刻意 好 那我們現在從第二條糯米橋 繼續往前走 看一下 然後現在是下午的三點半 三點半左右 快速走去再走回來 其實時間還算不會太晚 那這邊比較濕 那邊其實有枯葉的地方都特別會滑 所以走的時候要特別留一小時候 欸 前面封住了欸 喔 有聽說前面的路人有在講說被封住 那應該就是這邊 就是步道 原本它可以通往可能第三條的糯米橋的位置 這邊是封起來的 不知道什麼原因 所以這邊不能走 我們要走回去剛剛那個大馬路的位置 然後再往上面走 好 那門走回程 然後現在走到 走回到這個糯米橋 好我們現在往上面走 另外一邊封住 往上走 這邊就是通回到大馬路 然後很多小朋友 那從岔路往上走這條路 可以看到那個古道的水泥路都被覆蓋 滲土 這邊這邊 隱隱約約還可以看得到一些水泥石街的建材 可是大部分都被土覆蓋 然後往上走 好 好 我們現在走上來 看到前面 有一個棚子 不知道這是 是什麼 好像 有點像那種以前養豬的豬舍鱗 不過也沒有被整理 有點可怕 好 通過這個竹棚繼續往前面走 前面有一根木頭 很小心喔 這怎麼過啊 這邊真的很原池 這比前面還沒有整理 這個大概 這個真的天黑不能來 諸羅紀公園的感覺 我們剛剛走到那個岔路口 其實有一個標示 然後往那個方向去是三號古橋 然後往我們現在要去的這個方向 他是說走回大三背 但是因為 一直有各種的訊息回來 是說 路段封閉 但不確定的情況之下 我們想要回到大三背 所以決定往這個方向走 那這個古道其實有一點 標示的非常不清楚 所以你完全不知道說 剩下多少公里數 然後或者是說 路段的狀況是怎麼樣 有沒有封閉什麼 都沒有提前解釋 對那如果來的話 真的建議千萬不要太晚啦 因為天黑的話 可能會完全找不到路 那我們先走 往大三背的方向 看看是不是有路 看到剛剛那個封閉的 封閉的鐵網 然後這邊有個指示標 往左邊走是往大三背 然後剛剛是往陽石屋 我們現在準備往大三背的方向下去 我們現在準備往大三背走 第三條糧米橋 嗯這個就比較有點感覺了 然後再往上面走 還蠻多小石貼的 這邊有寫什麼嗎 真的是用糯米黏出來的 原來糯米橋 這邊有介紹 用糯米紅紅糖石灰 然後做成的 就是用來黏它 50塊 這麼厲害 可以撐這麼久 糯米橋的介紹 糯米三座 好 走小石街 往大三背的方向 很多小石街 我昨天才走了 37層樓的樓梯 然後今天又來鍛鍊 雙腳的感覺 蠻多石街的 不過還算涼爽 還可以這樣走 不過這個路段走到這裡 就有點不大推薦了啦 因為我們其實剛剛有一陣慌亂就是 那個路只是非常不清楚 然後你也不知道剩多長 你也不知道你現在走的是 往哪一個方向 然後有一些路段封起來 但是封鎖的路段前面 都沒有任何警示 所以就會變成 你會白走 那我們也是 邊走邊走 看會不會找到 那個出口的地方 繼續往上面走 看看 那個看台 有人下來了 那邊應該就走出去了 我們剛剛從下面這邊走上來了 然後現在 到了這個觀景台的部分 這個觀景台的部分 然後我們現在繼續往上面走 這邊走出去 看起來就是 通往外面的那個大馬路的地方了 我們現在就 往上面繼續走 有種 終於快到了的感覺 千呼望向 最終就是 通往大山被人聞 休閒中心 哇 哇 這邊可以看風景 它有個很像帳篷的地方 還沒走完啦 真是誤會了 我們等一下還要再繼續走 剛剛有點 白高興一場 反正想說 走上那個 坡度 那個陡坡 之後就到了 結果還沒 所以我們現在還在走 就整個不知道 這個步道 的出口 到底在什麼樣的位置 然後已經 天這越來越暗了 不過還好這個 這一段的 路段都算好走 終於 走了老半天 可以好像已經真正看到 出口了 也有聽到車子的聲音 有種想要歡呼的感覺 我們從 應該差不多三點左右開始走吧 現在已經四點了 耶 好 這就是另一個出口 好 這是一開始我們 開車有經過 停很多車子的 那個大三倍 休閒農業區的地方 所以我們要走回去 從大馬路 好 我們剛剛從這個出口出來 然後 傳聞中就是 距離一百公尺左右 有第一個出口 第一個出口 第一個出口就是我們剛剛來的那個位置 所以我們往上坡的路段走 其實已經看到我們剛剛來的那個 出口的位置 然後 往上走就是大三北約 然後我們趕快往回走 然後去買個飲料 我們現在走回了第一個入口的地方 登登登登 耶 今天行程終於完成了 好 總結 如果你們真的要來齊龍古道的話 最好帶個登山上 還有路段標示很不清楚 要早一點來 那這是第一個入口 如果你們想要來的時候比較輕鬆 不要走太多很斜的樓梯會比較傷膝蓋的話 建議往下走一百公尺 從另外一個入口進去 然後再從這個出口出來 會比較輕鬆 好 那這邊因為已經結束了 就幫大家稍微 統整一下這個齊龍古道的部分 那齊龍古道 我們剛剛走完 其實大概花了一公里 它可以繞更大圍 走另外一個叫樂善堂的部分 它的路段就會比較長 可是要有心理準備 就像我們剛剛前面講 它整個路段標示都不是很清楚 然後有一些路段都特別的濕滑 所以走來的話 其實你的鞋子 必須要有點防滑措施 如果遇到下雨的話 我就完全不建議前來這個 古道走走了 好 那整體的路段大概平均是 1.5到2公里的左右 時間路偏多 好 那你們要來走的話 一定要特別小心 尤其是小朋友跟老人家的部分 它整個路段啊 它其實算是陰涼 都是在樹蔭底下 還算是舒服啦 但是蚊蟲偏多 那如果你們來的話 這邊其實它沒有 整個路段都沒有廁所 所以建議就是先 如廁吧 就是排泄都排泄乾淨 不然你可能要忍 忍一下忍而已 一到兩個小時 才有廁所的部分 那走出來之後 到大山北約這邊 可以喝喝茶 或者到內灣去逛逛走走 都還算蠻不錯的 但是強烈建議來的話 裝備還是要準備一下 那今天的齊隆古道 就幫大家推薦到這裡 如果你們喜歡我的推薦 請幫我按讚分享加訂閱 那後續我再繼續找找看 有沒有其他的步道 再分享給大家囉 掰掰